接著就到B了 如果現在我們就知道Mule叫51.5 然後這個公司經理就說到 如果等候時間是超過65分鐘的話 公司會給一張QPON這些旅客 partB就想問大家 在頭10個旅客裡面 我們會給少於兩張QPON的概率是多少 我們就應該首先想起 PQPON這個QPON 即是我們給一個旅客的partB是多少呢 我們就應該想起PQX要大過65 如果用ZScore的概念去想 我們知道ZScore要大過65-51.5 除了SD 那SD就會是9來的 是木比的 所以我們可以計算就是PQ ZScore要大於 那我看看就是這個65-51.5除9 就是要大過1.5的 OK 那我們可以首先看看在櫃圖那裡 OK在櫃圖那裡 首先看看究竟1.5是多少 1點就應該是這個數 那就是0.4332 那今天我們要大過它 那所以就應該會是0.5-0.4332 所以按一下我們會是0.5-0.4332 出來答案是0.0668 那就是說原來我們給1張QPON的概率 就會是0.0668 那今天題目的要求就是在頭10個裡面 我們要給少於2張QPON 那所以我們就應該會想到就是PQ換0張QPON 就是我們頭10個旅客裡面沒有人需要給QPON 那都有就是PQ我們要給1張QPON OK 那如果0張QPON就簡單了 那0張QPON就是在說 頭10個人裡面都沒有人拿到QPON 那所以就會是1-0.0668的10次方 然後再加一個人拿到 那所以就是0.0668 再乘1-0.0668的9次方 那但是10個旅客裡面 我們會選一個人拿到這張QPON 那所以就是10c1 那所以按一下我們可以把這個0.0668 不如移存在A 那我們就會有1-A的10次方 再加10乘A 再乘1-A的9次方 出來答案是這個數字 就是0.8594 OK就是這樣做了